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就继续一起学习大乘起心论 和欧益大师的大乘起心论练网书 那么我们上一节修到了云和修忍门 忍 六波罗蜜的忍辱波罗蜜 我们还是先把经文读一遍 并且把欧益大师的著书说一遍 云和修忍门 所谓见恶不闲 遭苦不动 常要观察甚深俱义 见恶不闲 生人也 一名耐怨害人 遭苦不动 罚人也 一名安寿苦人 常乐 常要观察甚深俱义 第一亿人也 一名地查罚人也 那么这就讲到了三人 一个是见恶不闲 第二遭苦不动 第三一个常要观察甚深俱义 那么我们查一下字典 看看这三人具体准确地 讲的是哪些内容 三人当中这个叫忍辱波罗蜜 一呢 奈怨害人 我们偶遇大师说了 生人也 对众生要忍受 那么对友情要忍受 也叫奈怨害人 奈怨害人 能耐忍 有情 冤敌之 脑害者 我们再读一遍 能 奈怨害人 能 耐忍 能够忍受 能够忍耐 那有情 冤敌 有情 就是众生 冤 冤家 敌人 知 脑害者 叫奈怨害人 对人要忍 叫生人也 也就是生人 二 安受苦人 能安受非情 不是有情了 非情 寒热等之苦处也 苦处也 苦处者 就是客观环境 冷啊 热啊 这种客观环境的 这种苦 我们要能忍受 叫安受苦忍 这不是友情 这不是人给予我们的苦处 是客观环境 自然环境 给我们的寒啊 就是冷啊 和热的 这种痛苦 我们要能忍受 这叫做 遭苦不动 也就是我们说的 法人也 也叫安受苦忍 安受苦忍 第三 地查法人 那就是我们这里说的 常要观察 甚深俱矣 地查法人 是个名项 它的真实意思就是 常要观察 甚深俱矣 什么是甚深俱矣 第一异地 第一异地 就是心的真如性 心的不生不灭性 那么三 地查法人 又云 无生法人 不起人等 地观真理 而安住于 无生之理者 就是地查法人的意思 又云 无生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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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有生灭 不生不灭的 这个道理 我们认同了 叫无生法人 不起人等 不起人等 那么无生法人 这法没有生 你认什么呢 你认什么呢 也叫不起人等 地查 地观真理 而安住于 无生之理者 我们认真地思考 观察真理 就真如的理性 而安住于 无生之理者 我们深深地坚信 万法是无生的 这个道理 我们认同这个道理 我们坚持这个道理 我们能够认同这个道理 前二者为 耐忍之人 忍耐的意思 后遗者为信仁之人 后遗者是信 就认同的意思 四 稍意 表面看好像不太一样 那个是忍耐 这个是认同 然决定而不动之心 然决定而不动心之意 则同 这就是意思说 这三种忍 好像看起来不太一样 前面一个呢 是对众生要忍 对敌人 对冤家要忍 第二个呢 对客观环境的苦要忍 比如冷而热 第三个呢 对这个真理要忍 要认同 好像呢 是不太一样 一个是认同 一个是忍耐 那么实际上呢 然而但是决定而不动心之意 则同 就无论这三种忍 他的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不动心 那怨害人 对友情不动心 对冤家对敌人的损害 脑害我们不动心 对客观环境的痛苦 逆境 我们也不动心 那么对这个 对这个真理 安住于真理 安住于什么真理呢 地观 真理而安住于无生之理者 这个安住也就不动心了 那不瞎琢磨了 那我们死死的认同这个道理 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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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这个 在这个问题上 在起心动念 在怀疑了 然 决定而不动心之意 则同 那为实 论九约 人有三种 为 耐怨害人 安受苦人 地查 发人 就是欧语大师说的 这个是忍辱 这是忍辱 那么 这个 我们修忍门 忍门的是 我们是被动的 别人主动 有情主动 来伤害我们 冤家或者敌人 我们要能忍住 再一个 我们人生活在客观世界 一些缩佛世界 那个 生活环境很恶劣 一会儿冷 一会儿热 风雨不时 急紧 欠收 自然灾害 一会儿冷 一会儿热 像这种客观环境的 给我们带来的这种 痛苦 也要能忍 第三一个 就是要 认同 真理 认同 第一意 认同真理 那么 不动摇 不动摇 就是不起心动念 不再瞎琢磨了 所以呢 这是修忍门 修五门行 能成此心 这是 第三门 我们前面讲了 师门 见门 我们这讲了 忍门 忍 所以 我们说 我们一心 而分二门 我们前面讲了 心真如门 心生灭门 那么 心生灭门当中呢 产生了两种现象 一个是 有情 一个是无情 那么 那么 我们 一切法无我得成于人 佛在 金刚经上说的 一切法无我得成于人 那么 为什么要 忍耐众生呢 为什么要忍耐 客观环境呢 因为 我们 一心 而有二门 心真如门 心生灭门 心生灭门当中呢 就是因为 心 有生灭性 心的生灭性产生了 你看我们说 心生灭门者 为一如来藏 有 有生灭心转 不生灭 与生灭 何何 非一非一 名阿赖耶士 此时有二种意 为 设一切法 为 为能设一切法 能生一切法 你看法出现了 一切法当中 就包括 善法 恶法 静法 然法 甜法 苦法 就会生 一切法 不是光顺 不是光好 不是光舒服 还会出现很多的 不善的 痛苦的法 为能设一切法 能生一切法 富有二种意 一者决意 二者不决意 不决呢 就是众生 就是我们说的 使法念众生 决呢 就是说 正德佛果的 如来 正果的 所以 我们一心 而有二门 二门当中的 心的生灭门当中 会产生法 这个法 有顺的 有逆的 对待这个逆法 就是说 我们说 苦法 我们要 能够忍 要能够忍 那么对待这个 心的生灭现象 所产生的 有情众生 它会产生 不决 那么产生不决 我们要能忍 我们要能忍 这是 我们从心 其实说白了 我们从心的生灭 我们长期以来 一直生活在 心的生灭现象当中 我们每天 伴随着 见到法 见到人 我们对这两类 有情和无情 抱着一种 什么态度 没有别的 就是忍 就是不起心 不动念 就是要忍 为什么呢 因为从理上来讲 人 是没有产生的 法也是没有产生的 那么 一一觉故 而有不觉 妄念弥生 然比不觉 自无实相 不离本觉 其实生灭 本是不生灭 生灭是没有体的 生灭是没有自相的 所以你看到生灭的人 和生灭的法 实际上是不生不灭 如果老能做这种人 老能在面对这种 有情和法的面前 我们能够不起心 不动念 我们就等于 把生灭 看成了不生灭 我们不再执着于 生死和涅槃 我们不再执着于 生死和涅槃 那么我们当下 就能挣得真 时间长了 我们就能够得成 一切法得成于人 那么我们一切法 得成于人 一切法实际上就是法界 一切法的产生 都从法界产生 法界就是真如 那么你要得到一切法 这一切法就是我们说的 真如法身 一切法从哪得呢 得成于人 你对生灭门的 所产生的人 和生灭门当中 所产生的事物 法 能够忍耐 能够看破 能够忍得住 你就得到了新的真如性 你就走到了新的真如性 你彻底的把这两个东西 看破了 那么这是在 新的生灭门这一遍 我们讨论两种人 一种叫生人 一种叫法人 一种叫生人 一种叫法人 说的啰嗦点呢 生人叫耐怨害人 更清楚一些 法人呢 法人叫做 安寿苦忍 安寿苦忍 好 新的生命现象是这样 那么我们新还有真如性 其实我们新的生命 完全是依据于 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如 随缘而产生的 那我们对这个道理 能不能认同 我们一定要认同这个道理 所有的生命 其实是不生命 其实 所有的俗地 都是从真地演变过来的 都是真地的真如 不变的真如 随缘而产生的 我们关键的问题 不能停留在 新的生命现象当中 要证得新的真如性 走进新的真如门 正得自己的法身 得大自在 得大解脱 度化众生 这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目标当中 我们通过修忍辱 薄罗蜜 两个是在新的生命门 这一边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再有一个 我们要走到新的真如门 对我们的前进方向 我们为什么要在 新的生命门当中 这么忍辱 要克服对人的执着 对法的执着呢 对人的分别 对法的分别呢 为什么要忍呢 就是我们希望 因为在新的生命门 我们一直生活在这 这是我们的因地 我们灰阴相果 我们的果地 新的真如门 那我们的果地 是新的真如门 你对这个果地的境界 你对果地存在的道理 你对果地的生存状态 你对果地的这个礼 一定要清楚 这就是我们说的 第一义忍 也叫地察法人 地察法人 地察就是仔细的观察 仔细的考虑 仔细的思考 这个真如法 所以呢 这个忍辱 波罗蜜 看似好像是三个 其实是对新的真如门 和新的生命门 都有交代 那么我们作为 始法界的众生 特别是我们六道凡夫 从五始来 我们就生活在六道里面 六道里面 我们叫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 众生 叫五浊恶世 众生很浊 我们的命也很浊 这都是我们的客观环境 很恶浊 我们的人事环境 也很恶浊 那我们生活在这儿 那没有别的 就是因为我们有 见思烦恼 我们有沉沙烦恼 我们有无名的烦恼 我们这有三祸 导致了我们生活在 新的生命门当中 那我们要克服 新的生命门 给我们带来的苦难 我们要从新的生命门 走到新的真如门 一定要对一切众生 要忍耐 对一切事物要忍耐 要忍耐 因为我们之所以 能碰到这些人 我们之所以 能碰到这些事物 就是因为我们 有妄想 有分别 有执着 那么我们修忍辱 就是要克服 我们的妄想 我们的分别 和我们的执着 有执着 人产生了 有分别 法产生了 那么你怎么样克服 你的执着和分别 你只有在人当中 对人忍耐 不往心里去 平等 慢慢人没了 正德人空 然后在法的环境当中 慢慢的不分别 慢慢不分别 不分染境法 不搞对立 没有分别 慢慢慢慢 这个法没了 正德法空真如 就是无名了 就是无名以后 你就叫法身大师了 你证得两种真如 那么再把无名证得了 你就证得真如 你再把无名放下来 你就证得真如 那么什么东西是障碍 我们对这个第一意的 第一意的这个认同呢 什么东西使得我们 跟第一意的认识 认识第一意 这件事情得到了障碍呢 就是我们的无名 因为第一意是真法一骨 异心 而无名是不知真法一骨 不如实之 从无始来 不如实之真法一骨 不知道真法是一 这是无名 所以我们要想克服无名 我们就必须得观察 我们的真法一骨 为师异心说明真如 要观察这件事情 要认识这件事情 久而久之就证得真如三昧 就证得真如实相 是这个道理 所以观察第一意 是因为我们要认同第一意的存在 我们为什么认识不了第一意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无名 无名是两个字 它具体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无名呢 就从无始来不如实之 真法一骨 没有能也就没有人 没有所也就没有法 所以第一意当中 没有人也没有法 一法不利 佛尚且不存 更何况存其他的呢 就这意思 那么第一意当中 没有人 所以我们对人要忍耐 这是真理啊 第一意当中 没有法 所以我们对法要忍耐 第一意是真实不虚的 自己不空的 所以我们要观察它 我们要得到它 我们要证到它 就是忍的 总体的一种安排和认识 所以我们忍 为什么不八人呢 为什么不无人呢 为什么是三人呢 讲的就是这一段事情 所以这个三人 我们读完启息论之后 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是三人 因为新的生命现象 产生了人和法 所以要忍 那么这些新的生命现象 所产生的人和法 是由一个不变的真如 叫做第一意 所随缘产生的 所以我们对这一桩事情 也要了解 所以这叫地查法人 要了解这个理啊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忍耐 是非常的 非常的精确 非常的有效 一点都没有浪费 一点都没有啰嗦 这三个忍都要做到 你才能证得一心 一心而分二门 二门当中的生命们 就要克服对人 对法的分别和执着 一心当中的真如门 就要对真如门要证得 要回到真如门 要了解真如门 所以这三人不相舍利 说起来是有三 有人有法有理 实际上三就是一 就是这一颗心 就是一颗心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忍门 下面呢 我们再往下继续学习 第四门 叫精进门 叫精进门 精进门当中呢 我们先读一下 我们先读一下 对我们忍门当中呢 再举几个例子 忍门当中再举几个例子 那么你看 就是这个僧人 我们海贤老和尚 海贤老和尚 他呢 在河南设齐县 来佛禅寺 当住持 那么这个电工呢 来收电费 那么他在交电费的时候呢 把钱交给了电工 问了一句 这个月的电费 咋那么高呢 比上个月比 那这个电工 哐哐就给老和尚 两个耳光 那旁边的巨师看不惯了 就要跟这个电工理论理论 要理论理论 那么这个理论呢 在老和尚 海贤老和尚就劝这些巨师吧 算了算了 吐我就当给我洗脸了 这个 打我就算给我挠哑哑了 别跟他计较 忍者自安 这句话 听起来好像是 没什么 忍者自安 忍者 忍完了 忍到家了 波罗密了 渡到彼岸了 是不是自安了 哪还用再碰到人呢 哪还用再碰到法呢 不会了 从新的生灭们 走到了新的真人们 从生死的这边 走到了不生不死这边 是不是就自安了呢 所以你看海贤老和尚 对生人 耐怨害人 这不是你打人的吗 打你的人你都能忍啊 这是一个耐怨害人的 这个好例子吧 还有一个是海贤老和尚 什么呢 到中午吃完饭了 上午的时候 背着一个麻袋 背着一个筐 是到玉米地里 准备掰点玉米 看着一个年轻小伙子在这掰玉米 他看见了之后 他说 那个小伙子看见他还挺紧张 那么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 见恶不嫌 偷东西的人不是恶人吗 为什么是恶人呢 无心非明为错 有心非明为恶 你说这个偷老玉米的人 他不知道这是偷吗 那肯定是故意这么做 那不就恶吗 见恶不嫌 你看老法师怎么做 他说你掰吧掰吧 多掰点 剪得大个儿的掰 走了 不打叫人家 这是不是见恶不嫌 这是不是耐怨害人 你偷我东西 你是冤家 不是冤家不见面 那么你看这忍住了 忍住了 那么这个遭苦不动 这海鲜老婆上就做得更好了 一生当中 勤苦的劳作 在自然界 他开垫了 在客观环境当中 他开垫了很多努力 很苦玩的时候 特别是文革中 没有供养 生活条件特别艰苦 他养活了五个出家室 给他们送到往生 他自己耕种 自己自食其力 自己缝衣服 自己劈柴 这都是面对寒和面对热 他的态度 这就是我们说的 什么安寿苦人 遭苦不动 遭苦不动 文化大革命当中 他回到生产队当队长 吃菜 他是吃素的 他只能吃锅边菜 只能吃锅边菜 白天干活 晚上呢 在没有人的时候 念佛或者拜佛 在地里头 在地里头 所以老人家 遭苦不动 做得也好 生活非常非常艰苦 他的一生 你看他吃饭 有张照片 他拉着个脸 背后站着好多居士 那个背景就是 那些居士们供养他 请他去吃了一份 一顿丰盛的晚餐 他老人家这席间 一句话不说 拉着个脸 意思是说 对这种浪费和奢侈 他不能接受 他不能接受 他实际上是在教育我们的 应该过苦日子 他一生就是苦日子 一生就苦日子 那么第一亿人 你看海鲜老婆 怎么做的 念佛吧 念佛是不是第一亿啊 九界众生舍此法 上不能原成佛道 十方诸佛舍此法 下不能普渡群盟 你说这是不是第一亿啊 一切佛法 无不从此法界流 法界就是第一亿啊 所以老人家 九十多年 念佛不间断 就是九十多年 常要观察甚深俱义 九十多年 第一亿人 九十多年 地差法语 从来就没有放掉这一法 最究竟 最圆满的 正德法身的大法 最究竟 最圆满的 了生死 从心的生命门 出三界 走到真如门的大法 就是这六字鸿满 你看老人家经常在 跟我们在接触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看到他的资料 他说什么 啥都是假的 只有这句佛号是真的 你看是不是第一亿地啊 是不是真理啊 是不是真如之理啊 是的 所以老人家一生没有放掉 他从出家 他的师父跟着说 没教他参禅 没教他诵经 没教他言教 让他一句佛号 念下去 不管弯 知道了 也别说 九十多年抱着这句佛号 守了这句佛号 常要观察甚深记忆 在净土法面来讲 就常要念佛 念佛是甚深 的修行方法 是集一生而成佛的大法 成佛你们就正得第一亿地了吗 成佛 你这法不是最究竟的法吗 地察法人 所以我们看海贤老和尚 这一生的行持 他的忍闻修得好 修得圆满 修得殊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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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看 还有一个黄中昌居士 这在海贤老和尚以前 在向校立馆长的图书馆 也是念佛往生三年多 不到三年 两年零十个月 也是念佛的时候出班 一个女居士过来给他俩嘴巴 相关上注意观察他 嘴佛号没停下来 眼睛来看都不看 就和没这桩事情一样 到了饭堂去吃饭 这个女的还不依不饶 把她的饭盆 她盛了饭 她坐着吃饭 看那个电视 饭堂里边电视 讲 播的师父讲经的录像 讲无量寿经 她过去把那饭盆一划了 就弄到地下 然后呢 她一句话不说 她把地下这个饭 扫不扫不 再搁到盆里 拿起来 一边吃一边接着看 耐怨害人 你说这个 那个饭多脏 又凉 到了地上收拾起来吃 是不是 安守苦人 那个饭能吃吗 这饭不是一个法吗 法人呢 肯定不新鲜的 肯定不干净 肯定是凉的了 吃下去 等等这些人 而黄中昌局势 三年不到成就 常要观察甚深居 三年念佛不间断 发大心 三年要成就 给众生做证明 三年果然成就 你说 他们不是在修忍门吗 你看他们的忍门怎么修的 海贤老和尚怎么修的 黄中昌居士怎么修 这都是我们现代人 我们看到他以后 我们生起了信心 他们能做到的 一个是在家的居士 四十多岁的黄中昌 一个是一百一十三岁的 出家的海贤老和尚 出家在家 忍门 这三个人 生人 罚人 第一亿人 都做到最究竟最圆满 成就了 成就了就叫波罗蜜 度过生死的此案 到达不生不死的彼岸 这叫波罗蜜 那他解决这双事情 解决了就叫波罗蜜了 所以 我们看到他们的行驰 我们对忍门 我们为什么要忍 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一心二分二门 一个新的真如门 叫第一亿 一个新的生命门 产生人 有情和无情 事物 这三桩事情 一个真如门 我们要抵察 常要观察 要证得真如三门 要走进去 要发愿证得它 另外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要克服它 你忍住了 你就看到它是假的 你在境界当中 人事环境 在人缘当中 人事环境和物质环境当中 你不起心不通念 时间长了 无所分别 无所取着 精于无量阿僧其节 无所分别 无所取着 三个烦恼当中 你取得两个 那么这两个烦恼 在哪修啊 在新的生命门当中 面对谁来修啊 面对人 面对法 所以执着分别 都是新的生命现象 执着是人 分别是法 你把人和法 你不忍 你怎么能够放下分别 你怎么能够 你忍不能忍 你怎么放下执着 法你不忍 你怎么放下 分别 执着分别 没有放下 你怎么能够走到下一步 来克服无名 无名不克服 你怎么能够正德 真如不正德 你怎么能够 呈出来 所以 人们 必须得认真修 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功课 不是说有他没他 都可以 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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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下面 我们人们就讲到此地 这要展开了讲 无量意 讲 几天几夜 也讲不完 我们去看 祖师大德的这些方鬼 这些事迹 全都是这些故事 太多太多了 今天我们学完启信论 我们才知道 这些祖师大德 这些先行者们 这些圣者们 他们修忍们 不是白给的 他们是建立在 深深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一种行为 一种行为 这种忍 就是波罗密 就是要正德 真如 而不能够 列等的一门功课 不能错过的一门功课 是必须修的 是必须完成的 否则的话 你摆脱不了 对人的执着 摆脱不了 对法的分别 这个执着跟分别去不掉 你就 根本就谈不到 第三门功课 克服无名 所以修行成果 正果 这必须的 必须的 下面我们再去看 经济们 我们先把它读一遍 经济们 云和修经济们 所谓修诸善行 心不懈退 当念过去无数节来 为求世间 贪欲境界 须受一切身心大苦 毕竟无有少分滋味 为令未来远离此苦 英勤 精济 不生懈怠 大悲利益 一切众生 那么偶一大师 关于这一段经文的 著书是这么说的 我们也读一遍 修诸善行者 通则六度四赦 别则四种三昧 所谓四种三昧 所谓长行三昧 如波舟等 长坐三昧 如一行等 半行半坐三昧 如法华等 非行非坐三昧 如决意等 心不懈退者 总明三种经济 心不懈退 总明三种经济 当念过去等者 当念过去无数节来 为求世间贪欲境界 虚受一切身心大苦 毕竟无有少分滋味 等到这 所以 当念过去等者 披甲经济言 为令未来等者 设善经济言 这个等等到哪呢 为令未来远离此苦 殷勤经济 不生懈怠 等到这 所以 所以为令未来等者 设善经济言 大悲利益等者 大悲利益一切众生 这最后一句话 大悲利益等者 利要经济言 三种经济 三种经济呢 一个是 我们无始节来 因为贪欲境界 为求世间贪欲境界 虚受一切身心大苦 有苦啊 八苦交间 三苦八苦 缠绕着我们 虚受 你不应该 你很冤枉啊 毕竟无有少分滋味 少分是否定 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处 没有什么利益 滋味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 过去无数节来 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会虚受一切身心大苦 毕竟无有少分滋味呢 就是因为 求了世间的贪欲境界 世间的境界 是客观 贪欲是我们的主观 为了求世间的贪 引起贪 引起欲的这些境界 能贪的 能发出欲望的是我们 所贪的 所欲望的是境界 那么为求世间 贪欲所希望的境界 虚受 结果 受一切身心大苦 虚受 一切 就是你身心受的 所有的苦 都是虚受的 都是不应该受的 没有一个苦 是你应该怎么受的 所以听起来就很 很委屈啊 一切身心大苦 都是虚受 都是活该 都是不应该的 说难听叫活该 咱们这个开玩笑说 说理智的话 虚受 不应该受 身心大苦 你看 我们说 一一觉故而有不觉 生三种相不相舍利 一无名夜相 第二一个能见相 第三一个境界相 以有虚妄境界缘故 附生六种相 一智相 二相续相 第三执着相 第四立明等相 第五造业 第六夜戏苦相 那么 境界 贪欲境界 为求世间 贪欲境界 这个境界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一一觉故而有不觉 生三种相 的第三相 叫境界相 以有虚妄境界缘故 因为有虚妄的境界 这个条件产生 附生六种相 这个六种相 最后一项 叫夜戏苦相 就是我们这里讲的 身心大苦 为什么叫大苦呢 因为导致生死 没有比生死 更大的苦 身心是有生死的 他要受这个苦 这个苦是大苦 那什么是大乐呢 不生不死 极乐 我们这个世界上 乐就不谈了 根本就没有 苦呢还是大苦 面对生死 谁都上至国王 下至平民百姓 谁都逃不过这一关 无论你有多聪明 无论你有多有钱 无论你有多有智慧 这个苦 谁 都得面临 这个范围非常大 没有一个众生 不面临这个苦 他苦的程度很深 叫大苦 每一个众生都要受 范围很大 那苦的痛处很深 这个苦是真大 真不好克服 真不好忍耐 苦的程度深 大 那么 虚受一切身心大苦 都是因为有了这个境界 有了这个境界 你在境界当中产生贪欲 产生贪欲 所以 你受了这个身心大苦 那有没有好的地方呢 有这个身心 虚受一切身心大苦 除了这个身心 所受的大苦之外 有点乐吗 有没有点积极的成分在里面呢 有没有值得我们怀念 和 向往的呢 毕竟 无有少分滋味 一点好都没有 说到底 毕竟就跟你说到底 彻底的跟你说明 无有 根本就没有 少分滋味 哪怕一点点的好处 少分 一丁点的滋味 好处都没有 有的 大苦 一点滋味都没有 你说说 那么我们面对这样一种环境 我们已然这样了 都是因为过去无数节来 为求世间贪欲境界 现在 虚受一切身心大苦 一点滋味都没有 还干不干 怎么办呢 要克服 要愤起 发愤 摆脱这种苦 这叫什么 披甲 为什么要披甲呢 披着铠甲 那苦的就像敌人一样 每天在攻击你 每天在擒扰你 每天在伤害你 那么我们 认识到 我们这个身心大苦 是因为贪欲境界造成的 一点好处没有 我们今天要摆脱它 要下决心冲出去 杀出一条血路 从生死这边 杀到不生不死那边 你要杀出一条血路 这么多的苦 围绕着你 折腾你 八苦交间 整你 障碍你 就像敌人一样 阻挡着你前进 那你是不是要披着铠甲 才能战胜他们 才能不受他们的伤害 所以这种精进 叫做披甲精进 那就像战士穿上盔甲一样 杀出去 这就讲 我们面对苦的时候的态度 就是一定要鱼死网破 一定要冲杀出去 披上铠甲 就是我们说的四红十愿 就是我们发的大怨 我们要冲出去 我们要杀出去 我们要了生死出三戒 这叫披甲精进 面对今天这种恶的环境 缩破世界 面对这种生死大苦 我们要努力 要精进 不能携带 面对苦 我们要披甲 我们要不怕苦 我们要跟苦斗争 我们要战胜它 就是披甲 就像战士一样 披甲就是战士的事 谁披甲 跟谁战斗 跟苦 所以面对苦 我们要战斗 我们要勇猛 我们要敢于一马当先 那么为令未来远离此苦 应勤尽尽 那么为了使未来 我们现在已经这样 为了使未来 我们离开这些苦 那我们应勤精进 这叫什么精进 这叫设善精进 那我们之所以 是 驱受一切身心大苦 是因为我们做了恶呀 贪 欲 是恶呀 贪是毒啊 恶心恶行 第一恶就是贪 我们因为有了这个贪欲 在境界当中 起心动念造业 最后我们 虚受一切身心大苦 毕竟无有少分滋味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原因了 我们知道为什么 我们会受 这个虚受 一切身心大苦 我们也知道 认识到了 确确实实没有什么 甜头 没有什么滋味 没有什么利益 我怎么办 我们知道有因 才有苦果 我们知道 这一桩事情之后 为了远离此苦 应勤精进 不舍懈怠 我们应该精进的 克服贪欲境界 是这意思吧 不能懈怠 不能放松啊 一朝一夕一分一秒 都不能放松 不能懈怠 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我们要精进的修行善法 克服贪欲的这个恶因 克服贪欲的这个恶因 身心大苦的这个苦果 就避免了 所以 他说 未令未来 等 设善经济也 就要做好事 就要把恶因去掉 用善因地态 替代 有善因 就得善报 大悲 利益 一切众生 那么 未令未来 远离此苦 应勤精进 不生懈怠 这叫利他 叫自利 自己不懈怠 自己精进 离开了这些苦 离开了这些苦以后 怎么办呢 离苦与乐 乐 要给予众生乐 自己要离苦 要把乐给众生 大悲 利益 一切众生 这就是我们说的 利要经济 经济就是不懈怠 就是努力 就是尽全力 要经济 经就不砸 进就不退 那么今天 我们经济 我们帮助众生 也是一种 帮助众生的经济 叫利要有情 经济 利要有情 怎么经济呢 经就是不砸 一心一意的 帮助众生 不掺杂自私 自利 这叫经 经永远 不放弃 进未来节 就把一切 险恶众生 永远不停 度化众生 永远不停 四红十月 这不就经济吗 不夹杂自己 这是这 经济 这叫三种经济 一个叫披甲经济 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在 娑婆世界很苦 我们面对这苦 我们要披上铠甲 跟着斗争 要克服它 另外一个 我们知道了 我们今天 身心大苦的原因 就在于贪欲 所以我们要 为了保证 以后离开这种苦 我们要克服贪欲 要修善 克服贪欲 就是不贪 不贪就是善 面对境界的不起贪心 这就是什么 涉善境界 保持住善行 不懈退 不懈怠 不退缩 永远要做善 经济 经济 就这意思 所以我们 再查一下字典 三种经济 我们看看 这三种经济 是什么意思 三种经济 是什么意思 准确的 三种经济 经济 又曰秦 勤劳的秦 就是 勤快 不懒 不要懒惰 小乘七十五法中 大善 地法之一 大乘百法中 善心所之一 是一种心理活动 心所 不是心亡 所以经济 是善心所之一 我们心 要工作 要发挥作用 这叫心所 那么心 发挥作用的时候 它有一个善心所 叫做经济 你有心 你就有心所 有心所 你就可以经济 所以佛在这 提出来 让我们经济 一点都不为过 这是提中应有之一 你有心 心就要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 就产生经济 它是心理活动之一 是大地善法 大善地法 是善心所之一 勇猛修善法 断恶法之心作用 总论 勇猛修善法 断恶法之作用也 你看 为求世间贪欲境界 虚受一切身心大苦 毕竟无忧少分滋味 英勤今进不生邪怠 那么 为令未来远离此苦 英勤今进不生邪怠 所以我们大家注意 起心论里面这句话 实际上 它有两个主语 当年过去无数节来 为求世间贪欲境界 虚受一切身心大苦 毕竟无忧少分滋味 那怎么办呢 勇猛 应该断恶法之心作用也 应该断掉它 那么英勤今进不生邪怠 直接垂到这个 英勤今进不生邪怠前面 那么 勇猛修善法呢 就是 为令未来远离此苦 那么 应该修善法 英勤今进不生邪怠 所以 英勤今进不生邪怠 涵盖两个方面 一个是断恶 一个是修善 作为断恶来讲 就是要断交 贪欲境界 断贪欲境界 英勤今进不生邪怠 把这个因去掉了 那虚受一切身心大苦 毕竟无有少分滋味 这个果就没了 那么我们是让我们未来 让我们的过去 未来 能够再也不受这个苦了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不贪 不贪就是善法 应该修不贪 勇猛精进 英勤今进不生邪怠 所以 勇猛修善法 断恶法之心作用也 叫精进 那么为时论六曰 勤未精进 勤勉勤劳 叫做精进 于善恶品 修断世中 永恨为性 永恨为性 就是在于 在对于善恶品 修断世中 在修善 断恶的这件事情当中 永恨为性 他的性质是什么 他的性质是什么 精进的本性是 勇敢 彪悍 勇敢 勇猛 不害怕 不处 这是精进的性 本性 那么这个本性体现在哪儿 永恨 体现在 于善恶品 修断世中 在断恶修善当中 他的本性是永恨的 这家的精进 所以他的本性是永恨 那么对质 懈怠 满善为业 对质 懈怠 他的作用是干什么呢 精进 他是为了克服 懈怠满善为业 达到圆满的善 作为他的作用 业就是作用 业用 他干嘛用呢 精进 就是为了对质懈怠 达到圆满的至善 圆满的善 这是他精进的作用 他的本性 他的本性就是面 在断恶修善的过程当中 事情当中 在断恶修善这两桩事情当中 要永恨 这是他的本性 与法无杂约经 念念取求约尽 对于你修行的这个法门 不要夹杂 一门深入 常识寻求 你看大家注意 这个精进 跟中国古人呢 一门深入 常识寻求 书读千遍 奇异自见 是不是一个意思 与法 无杂约经 你守住什么法门 就守住什么法门 那么在末法时期 我们就要守住净土法门 不能夹杂 不能遮山望着那山高 不能一会儿看这个法门 一会儿修那个法门 与法无杂约经 念念取求约尽 念念就是我们心念 一个念头一个念头 接在一起 川流不息 我们都要 不能把目标丢掉 都要进步 都要前进 这叫进 那么 经济 慈恩上生经 书下约 经为精纯 无恶杂固 经为精纯 没有夹杂 不夹杂恶 纯善 禁 为生禁 不懈怠固 提升 要前进 要往前走 要提升自己 华言大书五约 经济 练心 与法 明之为经 经心误达 经心 勿达 勿之为尽 什么意思呢 经济 练心 与法 明之为尽 锻炼心 修炼这颗心 练心 与法 明之为尽 通过修行善法 把这心修炼出来 明之为经 经心 勿达 勿之为尽 一定要 务必达到目的 这叫尽 尽 这意思 经济呢 有 有两种经济 一种叫二种经济 一种叫三种经济 我们这里边呢 叫三种经济 通常是用三种经济 一个叫 披甲经济 一个叫 涉善经济 一个叫 利药 有情经济 三种经济当中呢 一 披甲经济 披菩萨 大势心之假 大势心 菩萨 发大势 要烦恼 无边 誓愿段 佛道 无上 誓愿成 披甲经济 不不 种种 难行 也 不对 种种 难行 恐怖 不害怕 你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 生活在苦当中 不不 种种 难行 不害怕 种种 难行 不害怕 种种 苦的 修行 叫 披甲 涉善 精进 第二种精进 叫 涉善 精进 勤修 善法 而不 眷言 叫 涉善 法 精进 勤修 善法 而不 眷言 不疲倦 永远 不疲倦 三 利药 精进 劝化 众生 而不眷言 大悲 利益 一切 众生 劝 利药 精进 就是劝化 众生 而不眷言 那么 大悲 利益 一切 众生 我们怎么 利益 众生 大悲 无缘 大词 同体 大悲 这个大悲 叫 大悲 他的意思 就是认同 我们跟众生 是一体的 自他不二 所产生的这种悲 这种爱 叫大悲 利益 一切众生 我们拿 我们 大悲 这个大悲 就在于我们 正德了 我们认识到了 我们跟众生 是一体 众生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众生 无缘 大词 同体 大悲 那么这种悲 不分字 不分他 是一体的悲 大悲 就是在认同 一体上的大爱 这是出发点 这是存心 那怎么 来帮助众生呢 要利益他们 落实 就是利益一切众生 怎么才能利益众生呢 没别的 就是 勤化众生 而不倦言 勤苦的劝化众生 度化众生 不疲倦 这叫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 站在大悲的 这种认识上 站在这种角度上 来利益一切众生 而不是站在小悲 情直 小爱的这个基础上 来利益众生 不落情直 叫大悲 所以 我们 这个大悲 利益一切众生 这个大悲 不简单 这个大悲 不简单 不要在利益众生的时候 陷在情之当中 陷在亲情 友情 爱情 在这个情之当中 要克服 情呢 是世间有染污的悲 叫做爱 大悲 是佛菩萨 对众生的爱 没有情之 是在正得一体的 前提下 的爱 这种爱 没有染污 没有夹杂 没有染污 没有夹杂 叫做精 精进 利益 精进 第一个 就是利益众生 不间断 怀的心 不夹杂 怀的心 不夹杂 叫精 劝化众生 不停泄 不停止 叫进 勤化众生 而不眷言 这颗心 是大悲心 永远不夹杂 纯到极处 就是大悲心 就是一颗大悲心 永远不夹杂 这叫精 劝化众生 永远不懈怠 不疲倦 这叫进 对 所以 我们解释了 这三种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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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 全是在新的生灭门当中 讨论的 新的生灭门当中 生灭现象 新的生灭现象 是一件事物的体像 是新的生灭门 这一边所讨论的问题 我们真如体 一定要逞象 一定要启用 逞什么样的象 起什么样的用 完全是服从因果规律 你看我们这个 莫纳时的第五个时 叫相续时 它第五个作用 是产生相续 不间断 一桩接一桩 一桩接一桩 你看它就是这样 认识过去 善恶等业 令无失坏 成熟 献味苦乐 等报 始无违约 你看过去 它保持着 认识就保存着 认识过去 时间上概念出来了 把过去提出来了 认识过去 善恶等 善恶无忌 就是等 不光是善恶 等业 认识过去 善恶等业 令无使它 不失不坏 不会失掉 丢掉了不会 坏掉呢 好的变成坏的 坏的变成好的 也不会 性质不变 叫做不坏 数量不丢 叫做不失 那么认识过去 善恶等业 令无失坏 成熟 那么认识就是种子呀 保持着 你过去善恶等业 作为种子 不失不坏 我存着 然后 我再把这些种子 让你成熟出来 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成熟 现位 现在和未来 苦乐等报 果报 你那苦乐从哪来 从过去 它保存着这个善恶 这个种子来的 等业 业种 而产生的苦乐等报 成熟 现位 苦乐等报 前面对应的是 善恶等业 业因 苦乐等报 果报 史无 伪 就是 跟前边 那个善恶等业的 那个数量 违反了 质量违反了 性质违反了 明明是乐 你给我让我受了苦 不会的 乐 明明受一斤的苦 你让我受两斤的苦 也不会 乐就从数量上 不会超过 从性质上 不会违背 这是我们 莫纳诗 也就义 这个 这个第五个作用 第五个作用 叫相续诗 那么这个相续是 这个相续是 有义 有火 你看 善恶等业 苦乐等报 所以 因果规律 在指导心的生灭现象当中 它是由这儿产生的 我们为什么要深信 因果 就是因为 莫纳时的第五个作用 任持过去 善恶等业 令无失坏 成熟 善恶苦乐等报 十五百岳 你过去做善的 这时候受乐 你过去做恶的 这时候受苦 而且 不会违背性质 也不会在数量上 不匹配 都不可能 那么 我们明白这个 你看 经济门讲的是什么 就是 在心的生灭现象当中 世间 我们现在受了这些苦 就是因为我们有贪欲 贪欲就是善恶等业 虚受一切身心大骨 就是苦乐等报 这是 有恶因得恶报 有恶的业因 今天产生苦的果报 我们明白这一桩道理怎么办呢 为令未来远离此苦 应勤精进 不生懈怠 那 这就 他就不用再说了 为令未来远离此苦 应勤精进 离 克服世间 贪欲境界 不用说了 因为 精进干嘛呀 那为了使未来远离这种苦 我应该精进的干嘛呢 还用问吗 世间贪欲境界要克服啊 不生懈怠 你要想达到这个目的 那你就得殷勤精进修善 然后 那么你看 认知过去善恶等业令无实坏 他把这个善 设善精进 这个善存重 成熟献味苦乐 他把这个乐报给你献钱 那献钱了 是不是就远离此苦了 因为你不中恶 苦 远离此苦 苦是果报啊 你为什么能远离此苦 因为你不中恶因了 你没有恶业了 你怎么会受苦报呢 不仅你没有恶业 不受苦报 而且你精进的修善业 善恶等业 那么你当然会受乐报 所以这个精进门 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 新的生命门当中的因果规律 我们为什么这么精进 我们精进的动力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明白了 因果规律这桩事情 善因得善 善业得善报 恶业得苦报 善业得乐报 恶业得苦报 这桩事情清楚了 清楚以后怎么着啊 就精进呗 断恶精进 有很多的苦 我们已经受上了 我们要摆脱这种苦 我们要披甲 要克服它 善呢 我们叫舍善精进 不能抓住 抓住不能放啊 念念精进的 一分一秒都不能停啊 不能懈怠啊 然后大悲利益一切重生 那么 为求世间贪欲境界 虚受一切身心大苦 毕竟无有少分滋味 为令未来远离此苦 殷勤精进 不生懈怠 对众生呢 没有利益的心 没有悲心 小称 所以前面两种精进 小称俱备 披甲精进 摄善精进 但是这都是自利 自了汉 对众生 没有大悲心 没有悲悯之心 这个为什么叫大称呢 就菩萨称 佛称 那么众生怎么办 一定要 利益众生 大悲利益一切众生 要对众生 要悲悯心 要利益他们 要救拔他们 不能光顾自己 是这个意思 所以三种精进 是菩萨的精进 是佛的精进 佛的精进 那么 精进们 那么 第二段 还是在精进门当中 我们再往下学 第一个呢 刚才我们学的这部分是精进的含义 精进的定义 第二一部分呢 我们怎么修精进 我们通过什么方法修精进 那就讲第二部分 下面我们就开始学这一部分 别是精进法 特别的开示 怎么样修精进 这一法 其初学菩萨 虽修行信心 以先世来 多有重罪 恶业障顾 或为磨邪所挠 或为事物所缠 或为种种病原之所 逼迫 如是等是 为难非一 令其行人 废修善品 事故 一应 勇猛精进 昼夜六十 礼拜诸佛 供养 赞叹 忏悔 劝情 随喜 回向 无上菩提 发大誓愿 无有修喜 令恶障消灭 善根增长 这是 启信论的经文 侯仪大师 关于 别式精进法当中的 这个列网书是这么说的 此集 普贤十大愿望 那么看来这 普贤十大愿望 就是 修精进的方法 别式精进法 我们把它读完 此集 普贤十大愿望 一集 也就是 战查经中 地藏大师 所示颤法 一集 法华方等 诸三昧中 十颗行道法 也 颜 十愿者 普贤 普贤十大愿望 十愿 颜十愿者 一 礼敬诸佛 二 称赞如来 三 广修 供养 四 忏悔 业障 五 随喜功德 次第 小异 顺其上 不太一致 有点小差别 并 皆可知 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这十大愿望的五大愿望 在这段能看到 六 十大愿望第六 请转法轮 七 请佛注释 集金 金就是现在的 启信伦的 劝请所设 我们不是有劝请吗 劝请 礼拜诸佛 供养赞 供养赞 忍悔 劝请 我们这个 启信论的 劝请 就是 包括了 普贤 菩萨 十大愿望的 第六 请转法轮 第七 请佛注释 集金 劝请 所设 包括在 劝请当中 八 长随佛学 九 恒顺众生 集金 发愿 所设 你看他说 发大誓愿 无有修习 令恶障 消灭 善根 增长 偶一大师认为 这个发大誓愿 就是我们 普贤 菩萨 十大愿望 当中的 长随佛学 恒顺众生 这两愿 就被这四个字 包括了 集 发愿 集金 发愿 所设 十 普贤菩萨 第十愿 十 普结 回向 集金 回向 无上 菩提 也 你不能说 发大誓愿 无有修习 在他前面 回向 无上 菩提 这就是普贤 菩萨 十大愿望 集金 回向 无上 菩提 也 所以 我们看 如何修 精进门 实际上 就是修 普贤 菩萨 十大愿望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体讯论里边的 如何修精进门 这当中 讲的就是 普贤 菩萨 十大愿望 言 十科者 什么叫十科 因为 法华 方等 诸三昧 中 十科 行道法 也 这是修 法华 方等 诸三昧 中 修他们的 法华 三昧 和方等 等各种各样的 三昧中 有十科 行道法 这一段 也就是 十科 行道法 的内容 言 十科者 乃十个 科目 修法华 三昧 要修 乃十个 科目 第一 言 道场 第二 敬三 夜 乃至 十 坐禅 等 诸三昧 诸三昧 因为 法华 方等 诸三昧 通过修 十科 行道 来完成 那么诸三昧 包括好多三昧 开合不同 降略有益 分开 和合并 不一样 本质上 没有不同 只是说 分类上 这个跟这个合了 那个跟这个分了 开合不同 降略有益 那么 详细的和简单的 是有点差别 性质上 没有差别 只是在内容上 详细一些和简单描述 有一些差别 此位 侠述 在这里边 没有仔细的 拿出时间来叙述 唯供养赞叹 礼拜 必具有之 只有供养赞叹礼拜 必具有之 就是说 在这些修行的方法当中 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供养赞叹礼拜 你看我们说 礼拜诸佛 供养赞叹 这些 普贤菩萨 十大愿亡 和法华方等 诸三昧 十颗行道法中 全都具备 供养赞叹礼拜 你看我们现在看 起信论 昼夜六时干嘛呢 礼拜诸佛 第一 供养 第二 赞叹 第三 供养 赞叹 礼拜 这三个 头三个 这都是有的 起信论上也是 头三个是这个 必具有 而忏悔以下 你看我们 起信论从第四个 供养 礼拜诸佛 供养赞叹 第四个叫忏悔 第四个叫忏悔 第五个叫劝请 第六个叫随喜 第七个叫回向 第八个叫做发愿 那么 为供养赞叹礼拜 必具有之 都一定全都有 这三门 而忏悔以下五事 刚才我们说了五件事 哪五件事 忏悔 劝请随喜 回向发愿 忏悔以下这五件事 何为一科 作为一个科目 总名五悔 给他一个总的名叫五悔 忏悔的悔 这就是我们说的天台五悔 前面三个都都有 后边有个五悔 这加起来就是八 这个八件事 就是普贤菩萨时代愿望 而这个五悔叫天台五悔 他也是法华 诸三昧中的十科行道法 修法华三昧的十个科目 大同小异了 都是差不多 那么何为一科 总名五悔 这个五悔叫天台五悔 为忏悔能灭业障 忏悔能灭业障 你看业障通过什么来灭掉呢 通过忏悔 劝请能灭魔障 劝请能灭魔障 一会儿我们再讨论魔障 什么是魔障 劝请能 请佛讲法 给我们讲了道理 我们知道什么是魔 我们就能克服 佛不讲法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魔 我们分不清魔是什么东西 所以忏悔能灭业障 劝请能灭魔障 魔就是我们的思想 我们通过劝请佛讲法 我们了解了道理 我们去掉了心理的错误想法 这是贱烦恼 我们克服了自己的思烦恼习气 这叫魔 克服了贱烦恼 叫克服了邪 克服了思烦恼叫做魔 所以魔邪 一个讲的是思 一个讲的是贱 魔是思 邪是贱 所以贱思烦恼 劝请能灭魔障 随喜灭嫉妒随喜 随喜踏容 看到别人好 我们高兴 为他高兴 为他祝贺 为他鼓掌 为他称赞 能灭嫉妒障 回向能灭 着两边障 回向这件事情 能够灭掉 执着两边 两边一个是执着空 一个是执着有形成六道 一个是执着空形成小乘 把两边都灭了 就走到中道了 就走到中道了 回向无上菩提 就回向中道 回向中道 你老想着中道 老要探求中道 取得中道 你是不是觉得 把两边都得放下 又不能执着有 又不能执着空 发愿能灭 多退望障 发愿 老发愿 能灭 多退望障 顾名无悔也 所以我们管它叫无悔 因为你能灭五障 消除业障 那么欧义大师 我们再从头读一遍 这段挺长的 那此集 普贤十大愿望 一集 战查经中 地藏大事 所示颤法 感兴趣的同修们 可以去查字典 这个可以去翻阅 有关经典 我们在这里 不在这上面 耽误太多的时间 一集 战查经中 地藏大事 所示颤法 一集 法华方 等诸三 内中 十科行道 法也 言十愿者 一礼敬诸佛 二称赞如来 三广修供养 四忏悔业障 五随喜功德 次地小异 并解可知 六请转法轮 七请佛注释 及金 劝请所设 八 常随佛学 九恒顺终生 及金 发愿所设 使普洁回向 及金 回向无上菩提言 言十科者 一言道场 二敬三业 乃至十 坐禅等 诸三妹仪 修三妹的仪轨 开合不同 降略有意 各个三妹 修的时候 她的方法 她的仪式 开合不一样 降略有意 此位狭树 为供养赞叹礼拜 必具有之 而忏悔以下五事 何为一科 名为总名无悔 就是天台无悔 为忏悔能灭业障 劝请能灭魔障 随喜灭嫉妒障 这个回向能灭 卓两边障 发愿能灭 多退望障 顾名无悔也 祭云六时行道 他不说了吗 这个 昼夜六时 昼夜六时 祭云既然说了 六时行道 必须理事并资 理和事并资 理和事的并资 资是什么意思呢 都具备的意思 理和事都必须具备 不能光有理 没有事 不能光有事 没有理 所以理和事情 都要弄懂 既云六时行道 既然我们是六时行道 六时就是二十四小时 既云六时 既云六时行道 那必须理事并资 我们对礼要清楚 对事要做到 资就是具备具有的意思 理事并资 方克有计 计就是成功 方才能 方就是才能的意思 方克 克是能的意思 方克才能有计 有所成功 计就是成功的意思 慎物 失心苟浅 忧物借此 妖名妖利 慎物 一定要谨慎 千万不要 失心苟浅 失心就是 以心为师 自以为师 我自己心里想 我就怎么做 不能这样 以自己的心为师不行 就自以为师不行 苟茧 苟茧就是草率而简略的意思 千万不能自以为师 草率简略 既云六师行道 必须理事并资 方克有计 你在理和事上都要做到 你要明白事要做到 你千万别 自以为师 简单草率地 省掉这个 省掉那个 自以为师 好像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这是不行的 忧物借此妖名妖利 特别不应该借着这些事 修无悔 修普贤菩萨时代愿望 修法华诸三妹 不能够借着这些东西 作为一种手段 来妖利妖名 妖什么意思 妖请的意思 妖请的这个妖字 在这里叫做 请求和谋求 不能借此来谋求利 不能为名文利养 妖名 妖利妖名 属令恶障消 属令恶业障消 善根增长而 属令 那就是希望 是父词 但愿 这样希望 能够使我们的恶障消灭掉 善根增长而 问 我问了 下面提问题了 若人已被魔邪所恼 事物所缠 病缘所逼 如何得修此 盛行焉 如果说 人已经被魔邪所恼害了 所困扰住了 事物所缠 事件的事物所缠绕着 病缘 病的事情发生了 逼迫这些修行的人 云和得修此盛行 那怎么修这个普贤菩萨 是他愿望 怎么修着石科行道 怎么修着天台无悔呢 这个意思 打 此中文艺 原是 劝使 及时精进 物令 魔邪事物 病缘 得其变 他这个说 偶尼大说 这文中啊 启信论当中 文 这个文中的本意啊 原本是什么呢 劝使我们啊 劝我们 使得我们 及时精进 赶快精进 千万不要让 魔邪事物 病缘 产生了 得手了 困扰我们了 你再去精进 在他没来之前 你就精进 务令 魔邪事物 病缘 得其变 别让他们得手 别让他们趁虚而入 占领了我们 控制住我们 然 然而 射被魔邪 所挠 假定 我们已经被魔邪 所给挠害了 然 射被魔邪 所挠 若能 依法精进 则魔事 必处 没关系 尽管魔邪 已经脑海上你了 已经困扰着你了 已经上了身了 若能 依法精进 依什么法 精进法 依普贤 菩萨 十大愿望 依天台无悔 若能依法精进 则魔事 必处 那么魔事 一定会消掉 来了都不怕 最好 别等他来 你就干 如果来了 你依法 精进 魔事 必处 设备 事物 所缠 假设 很多事物 缠身 没法修 普贤 菩萨 实在 愿望 急需 拨 浅 事物 拨 就去掉 打发 把这个事物 世俗的业务 世俗的事物 任务 给他去掉 主动放弃掉 修此经济 干嘛呢 修这个经济法 六波罗密的经济波罗密 世被病魔所逼 假设病上身了 得了病了 病原所逼 亦需不惜生命 修此经济 也要 必须的 不要顾惜生命 来修此经济法 就普贤 菩萨 实在愿望 如 慈云大师 举了个例子 慈云大师 是我们 古代的一位大德 如慈云大师 人苦修行 请观音颤 观音颤 那么慈云大师 就是被病魔所逼 非常非常痛苦 人苦 这病魔给带来的苦 相当相当大 具体怎么个大法 我也没有看过 慈云大师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传记 我看这个意思 慈云大师 是被病魔所逼 人苦修行 请观音颤 一种颤法 叫观音颤 不为除病 不谨 谨 为就是谨的意思 不谨除了病 兼获胜变财 胜 就是殊胜 殊胜的变财 获得了变财 获得了变财 方鬼据存 成可医用 方鬼 方呢 就是讲的人 就是大德 有德性的人 叫方 他们的轨迹 他们的行持 他们的所作所为 据存 都存在这儿了 都已经发生过 大家都知道 都存在 成可医用 确确实实 可以依靠 并且使用这种方法 右舍 假定 我们又来了 假设 大病 浮诊 病 得了大病 浮诊 就是躺在床上 起不来 躺在枕头上 不能起座 起不来 也坐不起来 起也起不来 坐也坐不住 亦有 决意三倍 还是有 决意三倍 决意嘛 就从这个字面 意思上来讲 叫决意三倍 就是不需要 身体的行为 就是从 第六诗 决意上 可以修三倍 第六诗上 修三倍 两可 尽修 两可 就是确确实实 可以尽修 决意三倍 你就躺在病床上 都没关系 躺在病床上 都没关系 还是可以 虽然不能起座 但是你还可以修 决意三倍 确实可以修 或 复济于卧室 或者 又来 再来 或者 有些人呢 或复济于卧室 有些人 即便是在卧 睡觉的时候 运想 修行 此供养等 昼夜六时 存心不屑 或 复济于卧室 又或 即便是在 睡觉的时候 躺下的时候 运想 修行 此供养等 供养就是 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当中 你也可以 运想 在那想象着 运想 调动你的思绪 调动你的思想 在那想 也是一种修行 修行什么呢 修行 供养等 昼夜六时 存心不屑 昼夜 你这不昼夜六时吗 你虽然病了 躺在床上不能动 你可以修 绝一三倍 或者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身体没什么病 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也可以想象 修供养啊 供养不是说 非得醒了以后 做个事 叫供养 你可以想象 怎么供养佛 具体这个呢 咱们都不是很清楚 偶一大师在这提出来 就说 这个东西不必以拘泥行为 躺着也可以修 特别是对那些病的人 这种方法可以 昼夜六时 存心不屑 就叫修行了 如念佛直指所示 摄事兼修之法 如同念佛直指是一本书 那么念佛直指当中 告诉我们如何念佛 他所开示的摄事兼修之法 在一般做事的过程当中 怎么修 怎么修念佛法门的 这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有事物缠身 没法修 普贤菩萨实大愿望 欧异大师说 不对的 念佛直指当中说 做事不耽误念佛 摄事兼修之法 一边做着事 一边可以修行 你看我们英国大师 最精辟的这个开始当中 从招之目 从目之招 行住坐卧 穿衣吃饭 一句佛号 不令间断 或小声念 或默念 这就是讲的 摄事兼修之法 行住坐卧 穿衣吃饭 这是做事啊 从招之目 从目之招 是不是就六时啊 这不就是我们 起心论里面说的呀 昼夜六时 昼夜六时 昼六时 夜六时 加起来不就是十二时吗 十二时每一时两小时 不就二十四小时吗 那从招至目 这就是昼六时 从目至招 这是夜六时 行住坐卧 穿衣吃饭 这就是摄事 一句佛号 不令间断 这就是兼修 所以 如念佛 直指所示 摄事兼修之法 病中 亦可准用 在病中 也可以使用 一边治病 一边念佛 这个事 就是治病这个事 病中 亦可准用 那么 必能灭障 增长 善根 你看我们启行论当中 这最后两句话 令恶障消灭 善根增长 你要这么做 就是说 其初学菩萨 虽修行信心 以先使来 多有重罪 恶业 仗雇 或为摩邪所挠 或为事物所缠 或为种种病原 之所逼迫 这三件事 如是等事 为难非一 不光是一件难事 有些人可能 三件事全来 而且这种事 说实话 我给你举了 这三个方面 摩邪 事物 病原 其实还不仅仅是 这三件事 为难非一 可不一定 为难非一 令其行人 非修善品 事故一应 就是使得我们 修行的人 放弃了 修善了 放弃了 学佛了 退心了 非修善品 事故一应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应该 勇猛精进 因为我们有 这些麻烦 摩邪所挠 事物所缠 病原种种 病原所破 而且为难非一 可不是一种难 这三难里面 还有其他四难 特别多 各种各样的难 令其行人 非修善品 事故一应 所以我们应该 勇猛精进 昼夜六十 这是讲着 我们的态度 要勇猛精进 时间上 昼夜六十 那么我们真的 做到了礼拜 诸佛供养 赞叹 忏悔 劝请随喜 回向无上菩提 发大誓愿 无有休息 真把这几件事 完成了 令恶障消灭 善根增长 恶障一定能消灭 就是我们 欧一大师在这 最后用的这几句话 必能灭障 增长善根 这是就解释了 这个启心论里边 最后这两句话 令恶障消灭 善根增长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的 我们恶障 能消灭掉吗 我们的善根 能增长起来吗 你通过这样一个 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这个修行 关键在于你自己 能不能勇猛精进 能不能昼夜六十 能不能 理事并滋 就欧一大师说的 这个十个 一点都不能够偏废 一定 必能灭障 增长善根 又或依下文 又或者 或者我们又可以 依下边的文 启心论的文章 什么呢 专念阿弥陀佛 一得解脱也 或者我们下边 方便法门当中说 念佛法门 也能得到解脱 这就是偶艺大师 关于如何修 精进的方法 他的著述 他的列网书 这部分 那么我们把这一段 这个 先放一放 我们看看 这个摩邪所脑 事物所缠 种种病原 之所逼迫当中 我觉得事物 我们能理解 病原呢 也好懂 就是这个摩邪 这个邪呢 就是邪见 思想上的 就是观点上的错误 比如说 身见呀 边见呀 邪见呀 戒取见呀 戒取见 这个摩呢 摩邪所脑 这个摩 这个 我觉得 我们有必要呢 把它 单独提出来 单独提出来 给大家总结总结 摩呢 有四摩 有十摩 大概呢 反正就是 就指个意思 我们对他 有一个了解 对他有个了解 就行了 这个摩呢 他的定义 这个定义 凡语 叫摩罗 直略 摩罗 凡语是两个字 叫摩罗 我们呢 就简单用一个摩字 代替他 意为能夺命 我们把翻译成 中国话叫能夺命 障碍 扰乱 破坏 这叫摩 害人命 障碍 人之善事者 害人命 障碍 人之善事者 欲界之 第六天主 为摩王 其眷属 为摩民 摩人 就义 知经 论 做摩 就是摩东西的摩 底下是个石字旁 梁武帝 改为摩字 把这个石头 改成鬼字 那么 婆沙论 四十二约 问曰 何故名摩 答曰 断会命 故名摩 你看这摩的作用 就是要断我们的会命 复次 常行放逸 害自身 故名摩 所以放逸 害自身 名摩 制度论五约 除 诸法 十项 于 禅 一切 法 结明为摩 这个很厉害了 除了诸法 十项之外 除了第一意之外 剩下的 残余的一切 法 禁明为摩 那么 除诸法 十项 我们一心二有二门 我们心的真如门 除了这个不是摩之外 剩下 他心生灭门所产生的这些生灭法 可以说都是摩 那都是摩 问曰 何以名摩呀 为什么叫摩呢 答曰 夺会命 老 坏 道法 功德 善本 事故 名摩 事故 名摩 制度论六十八约 那么 摩 勤言 能夺命者 为死摩 实能夺命 愚者 亦能 做 夺命 因缘 亦夺 智慧命 事故 名 杀者 其实这个摩原来最早的狭义的意思是夺我们的生命 但是呢 是因为能够去掉我们的生命这个因缘 所以我们管它叫摩 摩原来是 它的本意是夺我们的生命 因为死摩 为什么叫死摩 因为它夺我们的生命 死摩把我们的生命夺走了 那么其他的这些摩 死摩以外的这些摩呢 愚者 亦能做夺命因缘 也能够从事夺命的这件工作 也能发挥夺命的作用 为什么呢 亦夺智慧命 事故 名杀者 那为什么管其他的摩也叫摩呢 因为他能把我们的智慧的命 惠命 给杀掉 所以也管他叫摩 所以我们说有烦恼摩 烦恼摩 顾名 那么 那么 一林章六本曰 繁云摩罗 此云扰乱障碍破坏 扰乱身心障碍善法 破坏盛世 顾名为摩罗 大家注意哈 扰乱身心 贪真吃 扰乱身心 那么障碍善法 对外 扰乱身心是内 障碍善法是外 外边也有人障碍我们善法 我们要干一件善事 有人障碍我们 扰乱身心 障碍善法 破坏圣事 这太多了在现前的社会 就是顾名为 顾名摩罗 此略云摩 我们在这个地方 简单的说一个字就是摩 那么 凡云摩罗 此番名障 摩障 能为修道 做障碍固 能障碍我们修道 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讲到摩 一言杀者 我们也管它叫杀者 摩也叫杀人的东西 杀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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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常行放异断会命固 摩就是常行放异 喝了酒了 或者是放异了 就是断掉我们的慧命 祸云恶者 多爱欲故 这里边讲了 爱欲是摩 放异嘛 把爱欲给放异出来 断了我们的慧命 那么 我们讲 通常我们说 就是说 有四摩 有十摩 十摩 我们把这四摩和十摩 再给大家 简直讲 反正总体上来讲 总体上来讲 就是 断我们的生命的 叫死摩 断我们慧命的 是其他摩 障碍啊 扰乱啊 破坏啊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看四摩 一 烦恼摩 贪等烦恼 能脑害身心 顾名为摩 你看这不是就脑害我们吗 这叫摩 断我们的慧命 二 阴摩 又云 五重摩 又云 五重摩 心意云 韵摩 色等五阴 能生种种之苦恼 顾名摩 老害我们 苦啊 我们五蕴身心 能生种种苦恼 这是摩 叫运摩 阴摩 阴跟运是一个意思 阴是遮蔽的意思 运是晦集的意思 举集在一起 都是一个意思 色等五阴 也就是五蕴 色受响行使 能生种种之苦恼 你看我们的色身 物理上都苦 八苦 精神和物质都苦 那么 能生种种之苦恼 顾名摩 三 死摩 我们的生命被夺掉了 死摩 死能断人之命根 顾名为摩 前面这三个 烦恼摩 阴摩 这两个摩 咱们说都是断灰命的 这个死摩是断生命的 四 他化自在天 子摩 他化自在天 子摩 心意云自在天摩 欲界第六天 即他化自在天 之摩 能害人之善事 顾名摩 那就剥虚摩 能害人的善事 顾名为摩 所以你看 我们四摩当中 前两个摩 是我们精神上的摩 一个是烦恼摩 一个是阴摩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死摩也是我们自己的事 断我们的生命 第四个摩呢 就是他化自在天的 这个天子摩 叫自在天摩 欲界第六天 即他化自在天 之摩王 能害人之善事 所以人的善事 他能导弄破坏 这个摩王 薄虚摩王就能干这个事情 顾名摩 此中 第四为摩之本法 第四摩 摩之本法 他三摩 结泪从 而称摩也 所以我们原来 叫摩 就讲的是 第六天 他化自在天的 天王叫摩 那其他三个 为什么也叫摩呢 他的泪 我们是 泪比于 这个波虚摩王 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把这三个 也管它叫摩 因为它也有 这个波虚摩王 类似的作用 断我们的会命 断我们的善根 破坏我们的善事 所以呢 此中第四为摩之本 原来我们叫 摩的本法 是直指 第六天的波虚摩王 那么其他三摩 结泪从 而称摩也 其他三个摩 我们之所以叫摩 也是因为 它们发挥的作用 类似于摩王的 波虚摩王的作用 所以我们 类比于摩 同类 叫摩 这个名词 是这个意思 这四摩 所以我们在这看 这说 或为摩邪所脑 或为事物所产 种种病原 之所疲迫 这个摩 我们要个清晰的概念 一个是烦恼摩 贪等烦恼 这是摩 能脑害身心 顾名摩 二阴摩 就是我们的五蕴身 色受响行食 那么五蕴 五重摩 心 意云 蕴摩 色等五阴 能生种种之苦恼 八苦吧 生老病死 求不得 爱别离怨赠慧 五阴赤胜 你有这个色身 你有这个五蕴身 它就会带来八苦 所以叫五重摩 也叫阴摩 那么顾名摩 三 死摩 能断人之命根 生命断掉了 四 他化自在天子摩 这意思 那么 我们再看 还有一个通常 经常用的这个摩 叫石摩 分得更细一些 其实只是开合不同 大同小异 祥略 就是偶艺大师说的 开合不同 祥略有益 有些详细一点 有的简单一点 有的呢 这两个摩都挪在一起 有的这个摩展开成三个摩 开合不一样 石摩 运摩 石摩 运摩 石摩当中第一摩叫运摩 运摩 色等五运 为众恶之冤首 杖毙正道 害惠命者 五阴身 阴就是遮蔽的意思 树阴呢 树阴底下太阳光就 就照不到了 就这个意思 阴呢也有运积的意思 运积在一起 色物质运积在一起 形成我们的物质身 受想星之堆积在一起 形成我们的感受 就这意思 所谓运摩 色等五运 为众恶之冤首 冤首是什么意思 首就是框 是众恶的框子 这个框子里面放的都是恶 这五运身 冤首 杖毙正道 他的作用就是杖毙正道 害惠命者 伤害我们的惠命 叫五运身 二 烦恼魔 贪等烦恼 迷惑势力 杖毙正道 害惠命者 两个害惠命了 一个是我们的五运身心 一个是我们的烦恼魔 那贪等 贪臣吃慢 这烦恼 迷惑势力 杖毙正道 害惠命者 三 烦魔 过去生当中所做的事 就是我们说的 莫纳什 义识的 义的第五个作用 烦 甚至过去善恶等业 令无事外 这个烦就变成魔了 烦魔 杀等恶业 杖毙正道 害惠命者 那他以后成熟 就是恶暴啊 就苦暴啊 苦暴不就是磨吗 障碍你啊 你干了坏业 你干了恶业 以后会得苦的果暴 这苦的果暴是什么 不就是我们的五运身心吗 所以是这个意思 所以三者 夜魔 杀等恶业 杖毙正道 害惠命者 四 心魔 我慢之心 杖毙正直 杖毙正道 害惠命者 这是四个了 你看这又开出一个心魔来 前边呢 我们这边开出一个夜魔 这又详细的又出了一个心魔 这下开合不通 我们原来那个 这个心魔啊 我慢之心 实际上在四魔当中是烦恼魔 贪神直慢 啊 夜魔 那么 障碧正道 害惠命者 五 死魔 这是前面四魔当中有这个魔 人之寿命有限 防修道 防碍修道 害惠命者 人的生命 物理生命是有限的 啊 命线闹了 死了 妨碍我们修道 妨碍我们修道 我们惠命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这个石魔 全是妨碍惠命 啊 他死魔 他不是光让我们的命根没了 他让我们的惠命也没法修了 六 天魔 就是剥去魔王 欲见第六天主做种种之障碍 害人之修道者 啊 害人之修道者 天魔 欲见第六天主做种种之障碍 害人之修道者 六见 第六 叫天魔 老法师说 他曾经 波寻魔王找过他 说你现在怎么用我的网络 这魔王啊 凡是所有的网都是魔 都是波寻魔王的工具啊 残害众生工具 你现在怎么用网络来讲法了呢 那你怎么用我的地盘 来宣传佛法了呢 哦 师父说没有啊 我没有用你的东西来宣传佛法 他说你现在用网际网络来宣传佛法 这是我的阵地啊 这是我的工具 你怎么拿来宣传佛法 哦 师父说明白了 这个闹半天这个网是你的这个 想起来 所有的网都是魔王 网络住你 控制住你 那师父就在他的奖金的房间里头 摄影棚里 就给波寻魔王立了牌位 把奖金的功德回向给他 增他的福增他的会 增他的福增他的会 这是一个插曲了 然后第六天魔 欲见第六天主 做种种之障碍 害人之修道者 七 善根魔 善根魔 你看怎么善根还成了魔呢 执着自身所得之善根 不耕 增修 账毙正道 害慧于者 骄傲了 自己增长了善根了 善根魔 执着自身所得之善根 我们从小 我们生下来有很多人 有各种各样的优点 我们有这种优点 我们就不再增修了 不再努力了 不再努力了 执着自己 自身 所得之善根 不耕 增修 账毙正道 善根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世界上的 目前社会上的很多大善 大富长者 都是善根 特别厚道人 不念佛 光做好事 修供养 到处捐钱 到处补食 到处救赈灾 对谁都特别好 对父母也孝敬 对这个社会贡献也很大 这叫做善根魔 执着自身所得之善根 你没有善根 他能干这些事吗 但是不更增修 应该更进一步的增修 增修什么 出世间的法门 应该修了生死出三界 他执着世间的善 不再想做出世间的想法 八者 三魅魔 这都是积极的魔 三魅魔 三魅者禅定也 但卓于自身所得之禅定 不求生进 杖毙正道 害慧明者 自己入了三魅了 很愉快 很愉悦 得好饮食 你看我们体系论当中说过 那么这个不饥不渴 这个是特别的舒服 特别的入了三魅 这个三魅得到以后 他不再求生进了 不再想进步了 就觉得知足了 就这样了 就这样 善知识 他有善知识 他有智慧 他懂得很多 懂得很多善法 但是呢 千里 对于法千里 不愿意把自己懂的东西交给别人 他没有这个善知识 他不可能形成魔 有了这东西 账法 他吝啬 吝啬 不把自己知道的善法告诉别人 吝啬于法 不能开导人 账毙正道 害人昏明 这是第九 善知识魔 第十 菩提法治魔 于菩提法起智执着 账毙正道 害人昏明 菩提法治魔 这第十个魔 第十个魔的意思 于菩提法起智执着 他菩提法是善法 他执着一种善法 执着他 变成了一个执着的工具 本来我们应该 菩提法是克服妄想分别执着 结果他执着善法 执着善法也是执着 只是换了个对象而已 执着这个心没变 所以菩提法治魔 菩提法治魔 他有智慧 他掌握了一种菩提法 他执着这种菩提法 结果这个一执着 又把这菩提法 变成十年法 六道轮回出不去 自己的智慧被障住了 是这个意思 那这是十魔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所以经济 经济 这个修经济法当中呢 第一个三个问题当中 第一个问题叫魔邪 第二个问题叫事物 第三个叫病原 所以我们在这里把魔邪呢 专门拿出来 特别是把魔拿出来 给大家讨论 让大家有清晰的认识 什么叫魔 我们经常学佛的人 爱挂在嘴面上 魔杖啊 魔鬼啊 招魔了呀 等等 我们通过学习这四魔和实魔 我们就清楚地知道 不是光是负面的是魔呀 真正的修善法以后 你看你三昧也可能形成魔 菩提智 菩提法智也能成魔 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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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令法也会成魔 善知识也会成魔 善知识就产生令法了 是吧 那么我们呢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呢 下一讲呢 再继续跟大家学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